哈囉,我是SKY,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這一陣子應該有不少人 都錄了《魔物獵人崛起》裡面 打他的DLC破竅 當一個真正的魔物獵人了吧 一上線,開了任務 就被魔物追追跑,亂亂打 最近有很多人知道這個擴動包出了 頻頻在想說這個更新 值不值得買,要不要買 所以今天我就想說 既然我主線通了 然後後續也農了一陣子 就來分享分享我的心得 好讓大家有一個參考的依據 可以判斷該不該買 畢竟有玩過《魔物獵人》 你們應該都知道 遊戲並不是主線打通 那就結束了 這款是沒辦法用時間來衡量的遊戲 相對也會因為這個問題 會想要知道他耐不耐玩 可不可以讓你玩到天荒地牢 那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你有喜歡這次的遊戲介紹 每次破關之後 我都會出一片心得 為大家介紹這款遊戲 你該不該買 或是有什麼缺點 你必須要先知道等 都會在影片裡面提到 這樣才不會買的時候 然後又後悔 搞得很不愉快、不開心 還比較實在 首先 《魔物獵人崛起》破曉這個DLC 是在本傳崛起之後所開發的 最主要增加的內容是 多了劇情、地圖、魔物難度 還有裝備武器交換器 不過買擴充包的前提 你必須要先買本傳 把它打通之後 才可以打DLC 所以說遊戲的劇情是電定在 我們把主線給打通了 神火村會賦予你一個烈火的稱號 表示你在村子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 這已經是魔物獵人的往歷都會有的橋段 但是一般來說 要維護世界的和平 也沒有這麼容易 突然出現一隻 不是,這是我國中同學 是檳榔龍打亂神火村的自信才對 它的出現也讓另外一個國家 王國來到神火村這邊求救 因為他們據點愛爾卡多 突然跑出很多異變的魔物 需要我們去幫忙 所以狩獵也因此展開 我們也會在這個新的地方 遇到各式各樣不同的新人物 想著隱藏自己身份的公主 刻意把它安排成出神經的小姐姐 很偶爾很突然就會講出自己的聲勢 或著這個國家本來就有提督 但一直安排後續 指揮的卻是一個超沒禮貌 好像很有實力的研究員 還是打到一堆素材 跑去找工匠大姐姐製作裝備武器 要不然就是當你在指揮部回報完畢 一定會看到有一位稍未十足的女人 在那邊跳舞 重點你靠近她 她還會一直用一一嘔嘔的聲音跟你講話 還有城鎮的建築 跟大家的服裝 都是偏中古世紀的風格 我個人是給一個大大的讚 做得真的很好 那麼以魔物系列跟崛起來做比較的話 算是相當合理的劇情 不會到好 也不會到壞 就是很普通的把怪殺一殺 一慶祝完畢就差不多可以乾後續了 畢竟魔物的劇情比重 絕大多數都不會設計的跟其他遊戲一樣 有很多變或是很反轉的感覺 她唯一帶給你 就是狩獵當下的史詩感 特別是氣氛方面 做得真的很好 各種壯闊人心 打動爽感 就在尾王 收得還不錯 你從M級第一隻魔物開始打 打完主線歪筆唱歌 讓你體會到 你是真的幫助到村子了 成就感相當高 時間大概就10-15小時左右 就看你砍了多久 主線打完之後 遊戲也會重新給你同樣的怪物 再打一次 不過不同在於 他們因為某些原因生病了 就好像是被人家下藥一樣 要不然就是吃了威爾綱一樣 強度直接翻了好幾倍上去 這個難度也被稱為 EX等級 這個等級的怪物 各方面數值都比M級還要高 血量又很多 打得速度又要求快 傷害也是強到爆 就是連騷鳥都可以拿彈 兩下砸死你的程度 特別我還是一拿到裝備 就直接強化到最滿 還是兩下就死 我真是難道哭出來 有好幾次 我也是打到很火大 所以這對一個人來說 你身上拿了什麼武器 對怪熟不熟悉 就會變得很重要 因為當你不熟武器 也對怪不熟的話 你一定是被打得要吃不活 魔物獵人 他會有14把武器讓你去選 近戰跟遠程 都是可以自己獨立打怪 所以不用擔心邊緣人沒有朋友 是不是拿什麼武器 就沒辦法單人打 當然有些武器 對單人確實是比較苦手 像是輕弩或是中弩 就要學會多善用走位 跟技能來克服 所謂技能 就是我們在遊戲裡面 可以調整的交換技 交換技最主要就是改變 你在手把或是鍵盤的操作 一些固定的按鍵 改變成什麼招式 就好比太刀出第一刀 你可以改成踏步斬 也可以用拔刀二連斬 不過針對交換技 崛起跟破曉兩個 也是有不同的地方 像是崛起 就是我們安排適當 要用哪些招式 上場打就好 但這也出現一個問題就是 會用的也就那幾招 所以這次破曉的更加 為了改善這個問題 不但新增的交換技 還多增加了紅書跟藍書 讓你切換 這兩個書的用意 就是你可以安排自己的角色 在一本書 帶上哪些交換技 戰鬥的話 可以選擇按下ZR加X加A 切換另一本書 也可以直接用快速鍵 按上下切換 這會讓整個戰鬥變得非常靈活 讓本來一定要回降棚換的交換技 變成在戰鬥 直接切換打爆魔物 這改變運用得好 戰鬥也會變得非常簡單 就好比櫻花氣刃跟飛梯 這兩招原本只能擇一存在 但是因為多了紅藍書之後 讓本來不太會升任的人 也可以把這兩招玩得很活 我自己就是一個很活生生的案例 因為我以前就是主玩雙刀還有青爐 太刀玩的次數也不是說到非常多 所以這次我用太刀打通阻穴 整個非常的有成就感 但絕對算不上什麼高手存在 大多數都是10到15分鐘 把怪物給打掉 20分鐘的以上也有 就是比較偏少 那我自己這次玩的是Steam版本 直播的時候 蠻多人問我說是哪隻手把 但常常遇到我在打怪 就沒辦法立即性回憶給你 現在我就一次統整給大家知道一下 我現在用的是Ganyl電玩酒吧的 PRO XW 龍翼手把 從外型可以看得出來 他是為了破曉這遊戲打磨設計的 以紅色龍蚊當作是手把的主題 比較值得提到的是握把的部分 我自己是很容易出手汗的人 這個材質握起來舒服又抗汗 更加上打龍 也不是說很快就打完 握個半天一天 都是很正常的時數 這幾天打磨我都是拿這一隻 也不會有黏黏或是不舒服的問題出來 按鍵也非常的直觀 在打怪的時候 也不會突然跑出什麼延遲 或是卡鍵的狀況 加上手把震度 也是依照你的手的敏感度 調整他的力量 要多舒服 都看你自己 然後手把也是有支援連發功能 這個連發對遊戲的作用就是挖礦 特別在水墨林 右上營地的外面 有個懸崖邊的洞 有兩顆給你掛著挖 先前我都是掛這邊給他挖 所以很早就財富自由了 對做裝備 或許你會覺得還好不會支援到很多 但是強化裝備 那個錢真的是用噴的 所以為了讓你可以節省到時間 這是一個蠻不錯的額外功能 最後要跟大家講的是 魔物連畢竟是一款動作遊戲 M級以上的魔物真的是過動 所以當你把手把用得 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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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就會出現一坨拉苦的問題 也還好啦 這一次有支援18個月的寶庫 只要你不是氣到有把手把砸爛 公司都還是有機會把你給拯救回來 加上魔物連這麼需要乾素材的遊戲 多備一隻手把也是很OK的啦 那如果你只有想要買的話 這群欄我是有幫你放上連結的 可以放心點下去購買了 那麼等到手把挑好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聊聊難度的問題 這次破甲最主要是更新的 M級的難度出來 除了增加12隻左右的新怪物 大多數都是把很多你打過的怪物 又再一次把它進場維修之後 上台面重打一次 讓你體會到它的各方面素質都變得更不一樣 當然這對一個不常接觸魔物系列的人來說 感覺好像是 把舊怪重新丟上去而已 沒加什麼 事實上也不是這麼說的 魔物下位、上位、M位、EX等級 這些就是遊戲既有的不能調整的難度 你要變換思考把它當作是階級看待 從簡單普通困難時事去做排列就好了 如果你沒有辦法這麼想的話 我只能跟你說 這遊戲真的不適合你 因為以往魔物都是從它眾多怪物裡面 挑出幾隻安排到它設計的世界觀 所以如果要入坑的話 就還是建議先知道 它是什麼遊戲會好一點 那麼以難度來說 不少人說比起前作還要簡單不少 你講的沒錯 我同意這個說法 不過我更覺得是因為 這個M級的後面 還多增加了一個EX等級 才讓M沒有這麼難的狀況發生 EX等級 我自己是覺得已經有點逼近 手速真的要很快 才可以反應它的速度 如果再提升的話 我覺得應該會有很多人受不了 呼應市場不要太難 個人也覺得是一個重點 當然 最新兩座的難度 他們各有自己的好 所以也沒有誰好誰不好 我覺得這次破巧安排也很不錯 那每一座的難度調節 除了你打怪會有一定程度的 直劍上升以外 它更是影響了你的裝備跟武器的提升 因為在魔物獵人這款遊戲 你必須要不斷地打爆這些怪物 才可以在他們身上取得素材 製作我們所需要的裝備跟武器 依據難度的問題 他們的攻擊力跟防禦力都不一樣 更別提 你還必須要考慮到 一把武器裡面 需要裝的技能有哪些 如果少一些技能 也必須要善用裝備身上的香劍槽 跟裝飾品做搭配 這隻洞的大小 就依據裝飾品的123插進去 我知道 你懂的 崛起跟破巧兩個不同在於 原本崛起的裝備身上 是只有1到3的洞需要調整 而破巧是多增加了4級洞可以善用 所以也多增加了4級的裝飾品 需要花時間去懂 這讓你在裝備的調配上 有更大幅度的加強 因為你會有更多技能可以善用 當然相對 要花的時間肯定也是很多 而且有些魔物 你打不過 卻又想要他的裝備 找了社團的人 問了朋友 都直接跟你說 要打鋼龍 那就做鋼龍裝備 可是你要打不過 就會出現這張梗圖 再加上大家找人之前 可能會先遇到一個最大的難題 就是沒朋友 所以這次破巧 為了排除這個問題 特別新增一個盟友系統 讓大家想要某些魔物的裝備 可以先請他們幫忙 而且我覺得製作組 把崛起還有破巧的NPC 做得非常身體力型 這意思講的就是 他們都會執行真正意義上的幫助 當村子被怪物給襲擊 你可以選擇派出某些固定的NPC來幫你 讓破巧一樣 當你打不過某些魔物 又想要他的素材 就直接增加了 魔友系統可以幫助你 直接把打不過的問題解決了 而且這次的盟友系統 盟友是真的蠻強的 他會幫你放陷阱 也會幫你操龍 有時候攻擊高一點 性仇恨也會在他們身上 他們貓車之後 也不會算在三次貓車裡面 只要是你會做的 呃不對 除了掛網以外 絕大多數都會陪著你一起狩獵 沒朋友又缺素材 真的很好用 那畫面的部分算普通 主要遊戲這次是以Switch 當作是基底去開發的 像是貼圖跟紋理都會優先以掌上型主機去翻新 所以不管是哪個平台 其實都大同小異 只是PC 是可以試你的配備 把尺狀去除 陰影增加 再加上細節變得更清晰一點 你可以變得很清楚 也可以一秒變成10年前的馬賽克人 然後這次一定要給讚的就是 官方有多增加一個蠻不錯的功能 就是特效百分比調節 你能夠把你的隊友特效降低 也可以把自己的特效調整到最高 因為這次的版本我先前是覺得 光污染很嚴重 每次打到最後都不知道自己在做啥 要不然就是魔物要做什麼 我都不知道了 閃到眼睛直接瞎掉 就做貓車回家了 所以新增這個功能 我覺得算是蠻不錯的 那這次我玩的是PC的版本 原本以為應該會有很不錯的體驗 但還是有遇到不少的問題 像我當時就是為了排除正數這個問題 才會跳到新的版本 因為可以到60甚至更高 但這次不知道是不是優化沒有做得很好 一開始玩的時候都還蠻順的 但偶爾會突然出現 有點像是掉針 但又很像破土的問題發生 發生的時候 通常會是切換村莊 要不然就是進任務的時候 也就是說 我如果一進去任務裡面 就卡整場都會很卡 這問題是破曉更新之後才有 先前玩崛起的時候 是沒有的 再加上現在Steam的評價 蠻慘的 是只有63%的包餅不一 主要的問題就是匯集在系統異常佔多數 像是開不了遊戲 要不然就是打到一半崩潰的問題發生 也有人說是因為裝了MODE才會發生這個問題 我的話是安裝之前 就把整個遊戲刪掉重裝 所以是乾乾淨淨的安裝 就沒遇到進不去遊戲的問題發生 但因為前頭我遇到 歐爾卡通的問題 所以我自己對遊戲優化 還是抱持很大的一個疑問 那我是建議啦 你真的想要買的話 可以等一陣子再買 其實也是沒有問題 加上現在以Steam的售價來看的話 是新台幣1950 如果你買豪華版的話 是2230 兩個差別其實不大 因為豪華版是多增加了一些外觀 我自己買就是豪華版 結果用一次就沒再換了 而且重點遊戲打通之後 也是可以做外觀裝備 所以我覺得啦 如果你現在要買的話 那就有2000有找的組合包就好了 要不然就是等到下一個特賣 看會不會便宜比較實在 當然如果你真的很急的話 然後朋友又一直吹 那就直接買Switch的版本 去塞他的嘴 可能會比較快一點 那麼最後你看完影片 一定會有自己的想法 想著要不要買這次的第一遊戲嗎 還在猶豫的話 我這邊分幾個方法來解惑 第一個 如果你對魔物不熟的話 我曾經建議你先找一款 便宜的買下去 試試看這遊戲是不是你要的 會比較實在 因為其實如果你再不確定 自己是不是喜歡這款遊戲 只知道遊戲只是改的難度又重複打 這1100的價格對你來說 好像也不是這麼多 買下去或是玩的時候 你就不會覺得很划算 第二 你要是已經玩過崛起 怕破曉跟崛起一樣 有玩不爽又空洞的問題發生 這次我是覺得不用太擔心 因為這次的整個脈絡 撲得還不錯 緊張感跟難度又隨著 故事慢慢增加 我自己印象深刻 結果不少次做得難度俱增 生火龍 成天飛在空中不下來 我還不當個閃光獵人把你給砍死 要不然就是雪鬼獸 星爆的緩慢動作 真的是有夠迷 有時候要揮不揮的感覺 真的是很緊張 星的冰狼龍是我最喜歡的一隻 他的模型跟沃維克很像 平常就是普通的狼 等到最後會變成狼人 攻擊方式又帥到另外一個天地 直接取代我心目中的No.1 所以難度的部分 對我來說是做得非常好 提供給大家參考 OK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不知道大家對這次的遊戲 有什麼樣的想法 你喜歡哪一隻魔物 或是你討厭破曉的哪一部分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喔 感謝你把影片看完了 我是SKY,我們下次見 各位掰掰